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天鵝美食這個頻道 我是杜師傅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個就是蝦乾燜蘿蔔 這裡有蝦乾60克 辣椒乾1個 薑片3塊 蘿蔔600克 蝦乾提前半個小時 將它滲泡 讓它稍微淋身之後 再燜就比較好些 蘿蔔挑選擇薄皮白身 重手的 這個蘿蔔批好皮後 我們將它一開二切片 切片 切片不需要太薄 因為我們炆一段時間 它就可以了 將鑊燒慶後 放上牛油果油 將薑片爆香 放入辣椒乾1個 將蝦乾爆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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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上蝦乾淨 將蝦乾爆香 要將蝦乾燒 將蝦乾燒 把蝦乾炒香 放上適量的開水 這個開水緊緊貼著蘿蔔就可以了 放適量的鹽 胡椒粉 少量的蠔油 放適量的生抽 蓋蓋大約中火燜個20分鐘時間左右 放適量的白糖 放適量的白糖 雞粉 半茶匙的雞粉 麻油 放少許的生粉芡 放生粉芡之後 這個蘿蔔和蝦乾 就更加軟滑 軟滑 味道鮮味 這個蜆不需要太大 放少量的薑絲 蔥花 香西 蝦乾燜蘿蔔 蝦乾燜蘿蔔 就已經完成了 現在這個成品效果 我們裝上一個器皿上 現在這個蝦乾燜蘿蔔 我們就做好了 這個菜式 它是很適合家庭的 它以這個蘿蔔是鮮甜 美味 蝦乾燜過之後 是一個非常好的菜式 好送飯 而且比較健康 是一個老少閑儀 操作簡單方便 快捷的菜式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再加你做些品嘗 喜歡這個視頻 請你記得訂閱 分享 點讚 多謝大家的收看 最後我們放上 小許的蔥花 香西 我們就做好這個菜式 多謝大家的收看 下期節目見 拜拜 你記得訂閱和點讚 我的爺爺的群島 多謝大家 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 to my grandpa's channel or else you get angry Shh Don't tell my grandpa that I said that 我會 cur會 在這間 underest 我照片 那張戶口